從森林之王就是到簽公司 然後到其實這張成績 應該說大概遣了四五四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你說其實你在這中間也發生了蠻多 可能自我懷疑啊 或是掉進黑洞的一些情況 甚至你那時候好像還有就是在 可能比較不願意跟別人接觸嗎 就是應該是說封閉的那一段 甚至中間聽說還有生日場當地 那時候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我覺得應該就是 那個時候是我人生就是應該算 就很低潮的一個狀態 那個時候是因為我突然間 有一個禮拜一直狂發燒 然後是查不出病因的那種超恐怖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瘋狂在抽鞋 然後一直在重新檢驗 然後他就講說 基本上你要進加護病房 因為你沒有辦法抵抗外界的任何抵抗力 就是你的白血球這麼低 他說最壞最壞的打算 你知道你這個嚴重性 你可能是血癌嗎 然後我那時候聽到我想說 天啊我才25歲 然後我就會血癌嗎 我中間就一直覺得 就是是不是要放棄啊 就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每天起來我就是 會覺得為什麼還活著 就是那個狀態 然後就是覺得我對 我連面對音樂我也沒有 沒有愛就是很恐怖 我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年而再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李妍 嗨大家好我是李妍 因為其實你被大家所認識 應該是在森林之王的時候 對 但我記得你在森林之王之前 應該是有就是在街頭唱歌 我有唱過耶 因為我記得我有印象 這麼厲害 對 所以你有你有在現場看過我 我記得我在新進去好像有曾經看過一次 然後那時候還有旁邊還有一個彈Keyball 對 那很厲害耶 所以你有看過我本人喔 就是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平常就是會在街道上 就會可能就是有人在唱歌或表演的時候 我都會停下來聽一下 其實我只有唱過兩次左右的街頭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幾乎沒有在唱耶 所以你還能遇到 所以就是很有緣分 我真的平常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是剛考過 你說台北街頭 剛考過台北學生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覺得說哇 我是一個就很像合法 合法擺攤的概念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剛好有另外一個街頭藝人 就跑來跟我說 我們可以合作這樣 因為其實如果街頭藝人 如果你沒有開車其實蠻麻煩的 因為你好在七彩什麼 對 而且尤其是我又要吉他嘛 然後什麼譜啊 因為一次擺可能就是 兩個多小時 然後你大家隨機點歌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嗯 大概就擺個兩次就沒有擺了 所以我是剛好其中一次 對對對對對 蠻厲害的 你是讀音樂科系上嗎 不是耶 那你之前是怎麼因緣機會下 我之前其實是 就是我是完全沒關係的 但是我小時候其實 很早學鋼琴 但是我是就是古典樂的 然後我那時候是一直彈 我彈了十年 哇 所以也算是有一段時間 很久啊 對對對 但是 可是因為我其實 會去學古典是 因為我媽媽很愛古典樂 但其實我從來都 不喜歡 沒有給到古典樂的美 就是小時候就是覺得戀情很痛苦這樣 然後是一直彈到十五歲 然後後來 那時候我媽媽我記得 那時候她就說 因為要升學 那時候要考高中 就想說好 那就是讓我可以 暫停不用再彈鋼琴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就超開心跟我媽說 我就跟她講說 我這輩子絕對不會再碰音樂 我就記得我這樣跟她講 結果後來自己上大學之後就 我也不知道 就是想不開 就是有一種 就是我覺得我個性 可能就很喜歡挑戰 我就會覺得 我想要有嘗試新的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 就是高中的時候 不是大家都很流行熱音社 但我其實不是熱音社 我就覺得 我都會被那個打鼓的人吸引 我會很喜歡那種節奏感的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還是我自己去外面學那個學鼓 對 就在這附近 我大學的時候就在這附近學 所以是先學鼓 我是先學鼓 然後學吉他 對然後吉他是自學 所以我的路程其實蠻特別的 就是我原本是鋼琴 然後後來就沒有喜歡 然後後來自己 開始比較有自主權的時候 我就跑去學鼓 然後自己發現說 那創作這件事也蠻有趣 我就自己試著做 但是因為其實學鼓這樣 比較算是 你要唱音進去 其實你比較需要的是 像可能鋼琴啊 吉他比較好做 合身的概念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就是自己去自學吉他 然後朋友就是可能會說 我跟你講這C和弦就簡單的教一教 然後後來自己網路上學這樣 很讚耶 因為完全就是 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這一次你吉他秀 秀超多的 沒有啦 就是不管是你講的獨奏也好 或者這一張呈現其實還蠻多的 你說電吉他對不對 但電吉他其實是這兩年多來採取 就是其實我是每一個階段有一個主要的樂器 然後其實到電吉他是到這兩年我才開始比較 但我的電吉他是有找老師啦 但是那時候就是因為覺得說我想要 確定想要往搖滾這方面 就是開始耕耘的時候 我才想說 那我就是當然就是電吉他嘛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這兩個東西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在學鼓的時候那時候就有想到說你要走搖滾這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那時候其實也完全沒有想到我未來會走音樂這條路 我就是覺得我很喜歡 然後我是真的確定要走這一行 其實是到我就是真的是參加完比賽 是被簽的時候 應該是說那個時候是 因為我其實很快就被淘汰了 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 那就是真的自己可能就不是吃這一行飯的人 就覺得那就是還不夠嘛 那我就是繼續努力 那其實音樂就是當興趣就好 但是後來就是被抓節目說 欸你回來的啊 你票選回來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欸那其實我的音樂是有些人在聽的 然後就發現說我好像可以試試看 然後後來才開始陸陸續續有很多音樂公司 然後來跟我談 就問說有沒有興趣要合作 那時候才開始思考說要不要總證 那時候剛好是我大四 所以是一個超年紀 沒有就那個時候啦 比賽的當年是大四 我現在就是差不多 97 我96 對 跟你差不多是不是 我97 喔對 差不多 差不多啦差不多 所以我可以問一個 就是學鋼琴其實是家人 算是推著你學的這樣 就是媽媽啦 媽媽就會覺得 就是她 因為我長大就有問她 就我就說為什麼會想要我學鋼琴這樣 然後我媽說她覺得 學鋼琴可以訓練小朋友的定性 就是一個穩定度 就是可能 不會這麼早 對對對 就小時候比較過動一點 所以媽媽就覺得要 學一些東西讓自己比較沉穩 那你現在回去還會想學鋼琴嗎 還是說其實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 我不會不喜歡鋼琴 我覺得長大越來越懂鋼琴的美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那其實就是很主觀 就是我對於彈鋼琴 我會覺得彈得好 我還是會覺得很欣賞 但是我會覺得 比起音色這件事情 就是我自然會被吉他的音色吸引 對 就那是很天生的 懂 那你是什麼契機 讓你決定就是參加森林之舞 那個時候其實是我的好朋友報名 幫我報名 然後她是我的學姐 她那個時候就跟我 因為那時候第一季很紅嘛 然後我是第二季 然後她就跟我說 欸你看你自己街頭藝人這些挑戰 你都挑戰過 她說那你敢不敢 敢不敢去大舞台跟大家比賽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我非常沒有比賽經驗 然後她就講說 你就是你要挑戰自己 你就是要離開你的舒適圈啊 你看你現在剛考完 那你要下一個目標 那你就去比 然後她就有點說服我 我就想說好啊 那就看看自己能耐 有沒有辦法震得住那個大場 對 所以就她就幫我報名 然後就意外的就進 可以分享一下在節目裡面 在裡面你有學到什麼 我自己覺得就是在裡面 會結交到一些就是做音樂的好朋友吧 就是這方面其實 因為都是音樂人 對啊 然後就是我覺得音樂人其實路程 大家的心酸苦 大家就是有一種互相取暖的感覺 然後交到很多朋友 交到朋友是我覺得是蠻主要 但是比賽可能是其次啦 我自己覺得 而且被曝光 然後接下來就是決定你人生道路的 對我覺得那個時候是一個蠻玄的時間點 因為那時候剛好大肆也是在思考自己 到底要做什麼 對然後剛好又有這個機會 然後被大量曝光 那時候很多媒體啊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 所以是不是老天爺要我試試看 然後就是才決定這樣子 但是從森林之王 就到簽公司 然後到其實這張成績 應該說大概遣了四五四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你說其實 你在這中間也發生了蠻多 可能自我懷疑啊 或是掉進黑洞的一些情況 對 那時候 甚至你那時候好像還有就是在 可能比較不願意跟別人接觸嗎 就是 應該是說 封閉的那一段 就是我覺得應該是說 剛剛好我們 我覺得你應該也蠻有感覺的 就是我們這一代的 剛好我們畢業的時候就疫情嘛 你是我下一季對吧 光這件事情我們出社會那時候 碰上疫情 我們其實少了很多機會 然後很多 不管是什麼 各行各業什麼 預算縮減啊 然後很多東西都延後 所以就是那是一個很無止盡的 一個你會覺得 有一種看不到 那個光在哪裡 就是你好像進一個黑洞 然後就一個隧道 然後你就一直 往前走往前走 那就一直看不到光 然後就是可能大環境都會跟你講說 因為其實大家應該知道 唱片圈要做新人 需要蠻多錢的 對 然後但是那個時候 其實就是很不適合 培養新人的狀態 但是我們偏偏那時候 又是我們一個很熱血年華 就是覺得我要衝 我要被看到 我想要可以 在趁我年輕的時候 趕快發出這些作品 對 但是就是中間一直因為 不管是大環境也好 還是就是我覺得 除了要可以找到願意相信你 然後願意出資的人 那除了他可能要看到你的一些 認同你的才華 那還是要有所謂商業價值 對對對對對 那可是就是路上其實就是 一直沒有談到就是我自己 我們自己覺得說是 合得來的 就是一直覺得好像還差了點什麼 所以其實就一直一言再言 就是可能花了兩年多 其實都在找夥伴的一個狀態 對 因為其實說就是 應該是從超級行動感到之後 整個唱片全基本上 可能第一名嗎 應該說很多其實公司都會簽現成 就是應該是說就是趕快 可能切個第一 一二三名或是可能有 就是比較有曝光的人 然後就趕快發唱片啊 就趕快可能在第一年 就趕快趁熱打鐵 然後發出很多作品 可是我覺得你很不容易 還熬了四年這樣子 對就是你可以這樣自己靜下來 然後找到自己之後 然後去把這些創作出來 然後不會為了就是前面的 然後而就是趕快大量曝光啊或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我自己辛苦 但是我覺得也是它很珍貴的點 就是我希望我的東西是好的 是可以有一個就是主題性的 那它當然不可能那麼快嘛 那它需要時間 但那就是要取捨 但有些人覺得可能我有當下 我有那樣的流量 那我就趕快發 我趕快收割或什麼都好 但我自己就會有自己奇怪的堅持 我就會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到心中想的什麼樣子 然後我就是想很多啦 所以才會中間也這樣跌跌撞撞 然後到後來覺得說 天啊我是不是選錯行了 你會有這個懷疑 會啊我中間就一直覺得 就是是不是要放棄啊 就是會有這樣想法 因為加上大環境 你也不知道會到什麼時候 而且因為那時候不是 疫情一波一波還會突然變很嚴重 然後又要各種說什麼 各種居家隔離那種 然後你就覺得 到底要到什麼時候 那其實那個時候 也不能辦演唱會 你發片或是什麼 其實沒有人在意啊 就是其實很快就被過去了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是生不逢死啊 甚至中間聽說 還有生了一場大病 可以分享一些 那時候 就是那時候你還 有點自我封閉 自我懷 那時候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我覺得應該就是 那個時候是我人生 就是應該算 就很低潮的一個狀態 然後就除了身體上很不好 很多那種各種小病之外 然後是那個時候是 因為我突然間 有一個禮拜一直狂發燒 然後是查不出病疫的那種 超恐怖 但是原本 因為我那時候 在發燒前一個禮拜 我是跑去 就是類似就是弄牙齒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就是可能有發炎 對 就是第一個反應是想到這個 但後來我們回去 一直狂回整牙醫 然後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後來就是覺得 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是不是 就我這樣 我就在懷疑說 是不是那醫生沒有認真看 但是後來就是我想說 不對 可是樣一直發燒也不太正確 然後我就跑去那個 附近的那種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鼻喉科嗎 對 然後我就去看 然後他那時候就各 他就講說 你這樣子維持多久 你除了發燒之外 還有什麼症狀 我說就沒有啊 我就是發燒 然後一直吃退燒藥 也壓不下來這樣 然後他就說我幫你抽血 然後他就說 如果是牙齒的問題 他就有講說 我的白血球是會過高 因為是身體在發炎 但是他抽完之後 他就講說 你的白血球低到 就是剩1600 那很危險耶 你懂嗎 我知道 他就說其實你好像 基本上你要進加護病房 因為你沒有辦法抵抗外界的任何抵抗力 他就很緊張 他就說 他說你怎麼現在才來 我說不是啊 我就想說是牙齒啊 我就想說 只是我覺得有點燒到有點快受不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第三天了 然後他就說 這個數據很不正常 他說我幫你專診大醫院 他就馬上幫我 那個醫生就很好 他就幫我專診到大醫院 然後我當時覺得就是很厭屍 就覺得已經很不舒服了 然後還一直查不出來 然後後來是到大醫院之後 那個時候是疫情很嚴重 然後各種他們就說什麼 要幫我快篩 他說我是COVID 他就說你一定 就算你是確診吧 然後就各種一直幫我快篩 然後就各種這樣 然後就都不是 然後他們說你到底怎麼了 然後後來醫生就說 他要幫我做那個檢查 然後那時候 我媽媽就是知道 我一直在跑醫院這件事 他就很擔心 他就跑過來 然後那醫生就講了一個 就是有點 就是有點嚇我的話 他就說 妹妹你知道這個嚴重性嗎 他說你的白血球 他又重新又抽了我一次血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瘋狂在抽血 然後一直再重新檢驗 然後他就講說 就是你的白血球這麼低 他說最壞最壞的打算 你知道你這個嚴重性 你可能是血癌嗎 然後我那時候聽到我想說 天啊我才25歲 我就會血癌嗎 然後我當下就 就其實那時候是有被震撼到 震撼到想說 是不是因為 就開始自己反思 說我是不是因為我這段期間 太常不開心 然後 有一種 因為我媽媽都會很常跟我說 你看你這樣子這麼不開心 你就會容易得癌症 就媽媽長輩很常會這樣 對然後 我就突然思考 我說是不是因為我真的自己 太迷惘 然後真的是 真的我那時候是真的心情 盪到不行 然後是到後來真的各種 一直各種去 就是想辦法叫病因 然後是到某一間小診所 鴨醫介紹的 因為他就真的是看不下去 想說我到底怎麼會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說你該不會是A流吧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A流是什麼 那個時候其實根本沒有人在A流 那時候2021嗎 那時候根本沒有A流這種東西 然後他那個鴨醫會這樣講 他說因為我們上禮拜剛好有那個護士 就A流直接在那個我們醫院昏倒 他就是這樣講 然後他才說 你要不要去測 然後他就幫我抓去 然後結果那間小醫院他們合作的 所以他就講說 他那時候那個醫生 那個耳鼻喉科 他就跟我講說 可是我們現在基本上 就算你是A流 我也沒有A流的藥可以給你 客流感 對對對客流感 然後他說我現在也沒有 因為根本沒有人在得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就幫我測測看 因為其實我也很怕是血癌嘛 然後後來醫生就幫我測完之後 他還很戲劇化 他就把那個 因為他會慢慢跑 像那個COVID那樣 然後他就幫我再蓋起來 然後我就第一次這麼希望我自己是A流 然後結果後來 那時候其實已經 我已經燒第七天了 我都沒有好 但我就是每天都渾渾餓餓這樣 然後也沒有 就除了會燒藥之外也沒辦法 然後是他打開來之後 他就說 A流 然後就有一種放下 就是我直接在診所歡呼 就是覺得 終於找到了 就有一種老天好像要重新給我一次機會 然後要我重新振作面對我自己的人生 不要再一直這麼講 這麼低迷這樣 所以他算是一個蠻荒謬 但是我覺得有稍微搭醒我 說就是給我振作 你不可以再繼續這麼不開心這樣 可是是什麼原因讓你 就是發燒前大病之前 也是有不原因 就是不開心的成長 因為聽你媽說就是 就是因為我一直覺得這條路上就是很多阻礙啊 就是那個時候不是除了疫情嗎 因為我們的 我現在的團隊公司其實是比較for 音樂製作層面 就是我們就是大家都是很多音樂人 但是其實我們 沒有像大唱片的公司有這些資源 就是可能他們會有很完善 對對對對 就是會有 會有人幫你做好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我們一直在試著要去談 就是跟他們合作這些東西 但其實就是中途都很不順 然後所以其實我就是會反過來懷疑自己說 所以是我的音樂真的這麼差嗎 還是是我人的問題還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其實是一直在 一直在一個輪迴 因為我們其實也 也不只談 就是有聊一間 就是有陸陸續續有 所以後來就一直覺得說 就是有各種原因因素啦 所以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對 就是一次一次的打擊啦 對 這也是讓你就是算是那時候 就是比較封閉 對 就是我覺得應該是 對自己越來越沒自信 就會覺得說 就是看身邊一些同期的朋友發片發片 然後可能覺得說 也有粉絲在等我 但是我也不可能把這些很 自己很苦的那一面跟大家講 可是我覺得是互相欸 因為我是一個很習慣 我如果有不順利 我不太會去跟身邊的人講 其實我會 就是自己接受 對 所以更不可能說是跟粉絲 在就是公開電話發說 喔我今天很不好啊什麼事 我發生不太會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就是一個很封閉 然後也自己一直撞牆的狀態 妳通常是怎麼消化這些情緒 就是我會寫歌 就是我可能就是妳有聽嗎 這張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好好聊聊 喔就是蠻多都是蠻厭世的吧 就是其實就是這四年來我的心路歷程 然後它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心境上的專者 然後到一個臨界點 其實就是也不是第一次死的這首歌 我發現就是我 第一迷到一個點的時候 我發現我也沒有辦法寫歌了 就是因為妳剛剛問說 我怎麼情緒的抒發嘛 就是我會很習慣的寫歌 然後我會覺得那是我的一個出口 就我寫完有時候就會覺得 就我小孩可能會覺得 天啊好痛喔 但是就覺得那是很抒壓的方式 就有點自虐 對就是有一種就是我弄完 然後有一種自己把它縫回去的感覺 對然後但是 嗯到那個方法到某一個時刻 我發現我沒辦法繼續了 就是就是這首歌 也不是第一次死了 就是那個時候 那時候我其實是當下是 那個狀態我沒辦法寫歌 我是過完那個期間 我就回想我那個時候的狀態 然後寫出這首歌 就是真的是跟我 那個中間那個Bridge那邊寫的一樣 我就寫說就是我每天起來 我就是 會覺得我怎麼還活著 就是那個狀態 然後就是覺得我對 對我連面對音樂我也沒有也沒有愛 就是很恐怖 我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嗯 我去年的時候 年年底的時候 然後它其實是很突然 就是可能某一天 然後就突然就是一個 我感覺就是人生整個被 就是完全是黑的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沒有來由的進入黑洞 所以你也沒有打什麼挫折打擊 就是沒有 好像沒有特別就是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把自己關在房間 我記得好像三四天吧 然後呢就是讓自己去把那些 全部的事件就是 因為可能累積太久 所以你是 其實在當下不開心 你是沒有意識的 對 我就後來發現好像是 有時候就是累積太多的時候 然後你 就是當下你沒有特別去處理 然後可能就先壓在心裡 然後到最後才會 就是可能真的一次爆的時候 才會發現說 原來其實它有很多 累積的因素存在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我前幾天 也是就是剛好在聽一張作品 我開始認真就是把我這幾年的 是喔 心路歷程寫下來 這麼好 然後就寫成歌詞這樣 那很棒耶 所以是聽了我的歌 然後有靈感這樣嗎 那滿好的 然後開始就把以前的所有經驗 就是比較特殊的經驗 就把它寫下來這樣 所以我的歌可以讓人家思考 是正確的嗎 是 而且因為你我看了 就是我把那個什麼 第六病房的 你把它看完了 然後還有那個 影集我把它看完 等一下 第六病房有影集嗎 就是去他的世界那個 那個 是不是很好看 你有喜歡嗎 還是我看兩 他是兩季 兩季 你好用心喔 真的假的 我覺得很感動 真的 真的會有人去這樣 然後把書跟那個都看完 我就看完 因為我想了解 然後我後來 我真的是要感謝 因為我必須說就是 我其實看第一季的時候 我沒有太特別的想法 感受是不是 我是到第二季的最後兩集 然後我開始突然爆哭 那很真 就是他好像有一幕是他 他開槍的那一幕 那個好像是第一 幻想 在最後 你說他要把那個 對對對 他開槍的那 就是幻想的那個畫面 一爆哭 然後他他們不是爆 就是壓住他嗎 對 然後他那個就是 女主角 安慰就是那個有點關懷 安慰的影子 你就爆哭了 那一幕我就 就有點瞬間能懂了 啊哈 對 因為我很少影集會重看兩次 但我是過了兩年後 我又突然想到 覺得好像又再看一次 然後再看一次 就是有一種 這個世界就算怎麼樣虐你好幾千遍 但你還是愛這個世界的感覺 我覺得那一部就是一個這樣的 男女主角都是 對啊 就是他們都是帶著傷 然後在這個路上成長 然後遇到彼此 然後接觸彼此 我覺得是一個很暖的一個影集 而且算是從輕就是 算是輕色的接受他們彼此 到他們真的變第二季變成熟 對 然後開始去應對這些包容彼此 嗯 很讚 很讚 然後也很推給大家 嗯 好我們聊回來 好 第六病房 因為其實你也有說 就是從你自己看自己的不順眼到嘲諷 連自己都不愛自己 你是如何與自己相處啊 與自己和解的 我自己覺得其實 你會有這樣子的情緒 就是因為其實你可能對未來會 可能有很多迷惘 那或者是你對自己有期待 但是你落空 但我覺得到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就像也不是第一次死了 這樣的心情 它很像是 其實你每一個階段 你會有不同的迷惘 就是可能如果你是發片錢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說 嗯 我是不適合走這條路 我可以繼續做嗎 那那是你對你自己的迷惘 但是當你真的好 你發出來了 那接下來你會迷惘的別的事情 你會是 好那真的有人聽我的音樂嗎 市場會買單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 人生不同的階段 就是都會有不同的迷惘是正常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比較可以釋懷的點就是 我覺得 其實就是人生就是 漫無目的的等待 其實我很常會覺得你 你真的不會知道 那個終點在哪 但是既然 你就算很迷惘 但是你不可以忘記你心中的信念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就是你為什麼要做音樂 對你回到那個根本的問題 那其實你當你很迷惘的時候 你又去想你當年 你告訴你自己的那些聲音 其實我覺得 就是會可以繼續走下去 對 現在的你是 愛自己 接受自己 嗯 我不敢講 我是那種超愛自己的人 因為我自己是那種 就我覺得我的個性吧 就是我會很習慣的先 就是去批判我自己 就會覺得 有點像歌曲裡面 寫的自我厭惡的 對就是我有時候 自己可能會對自己有期望 但是你做的不夠好 或者是你就是會很 我很習慣會用放大進去看我自己 會覺得 怎麼連色都唱不好 這東西怎麼不夠好 或是怎麼樣 或者是 我還可不可以做到什麼 別人做不到的東西 就是會有這種情緒 但我覺得 就是慢慢來 我覺得我自己的方法就是 給自己多一點時間 就是不要逼自己在短時間內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對吧 你是不是會在情緒裡面 無限迴轉 會自己吧 因為我不太會跟別人講 所以自己就會自己在那裡 各種小劇場 然後覺得 蛤這樣子可以嗎 然後 對就是一個蠻麻煩的個性 因為我剛才腦中在看著他 然後我在想說 你的NBTI 喔 你猜猜看 你有測過 我有測過 我猜INFJ 差一個 INTJ 對 F是什麼 F是 是情感 是 我記得好像 他是思考跟就是 比較情感面向 因為F跟T 他好像有一個經典的 就是測驗吧 他那個問題是這樣 我可以來問問看 好 就假如說有一天 好另外一半跟你說 我今天 我今天心情不好 所以我買了麵包 然後F的人通常就會說 蛤你為什麼心情不好 然後T的人就會說 你買什麼麵包 你買什麼麵包 所以我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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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問你買什麼麵包 欸 他問麵包好不好吃 對 我就會說 所以你買什麼麵包 所以真的很準欸 我沒有看過這個測驗 所以你是會問他為什麼心情不好 對 我會第一個想說 欸你為什麼心情不好 有欸我覺得這蠻準的 蠻準的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一次 第六病發的歌曲 因為總共有十首歌 對 那我們就 目前從第一首陪我玩 開始講 他其實就是以 自戀型人格障礙的視角 去寫一首歌 但是 他算是我 ,唯一一首是 站在別人的立場去寫 我本人我自己覺得 我應該是沒有啦 因為 我是有遇到這樣子的人 然後我就發現說 就是有點像是揣摩他 會講的一些話 然後跟他的狀態 然後寫出這首歌 對 當初其實也不是刻意要 去寫一個自戀型人格障礙啦 其實當初就只是說 純粹是 否說這個音樂的beat的氛圍 我覺得欸很適合寫一個那種 有一種玩卡感的音樂 所以是編曲 那是beat先過來 對然後我就覺得 欸 我是不是可以 嘗試寫一些 不是我擅長的東西 所以就是一個 跳脫舒適圈的一首歌 對 然後第二首就是 the end of the 你很喜歡的那個影集 對 因為其實我這首歌 當初是 因為就是講看影集 然後 因為他裡面那個 女生是叫什麼 Alyssa Alyssa 對然後他就是 是一個很暴怒 然後很厭世的一個女生 然後跟 這一個 James 對你真的剛看 James 他是一個 就是社會邊緣人 然後他發現他 他好像從小就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情感 需要靠一些 外界刺激來證明他自己有情感 就我覺得 手放進油鍋 對 就是我覺得像這些東西其實就是 對大家來講 他們就好像 在社會上他們就是一個很邊緣的存在 對然後所以 其實我這首歌不是完全都是否這兩個人 就是也很多是 像我自己看到的狀態 跟他第一段其實我是在寫自己的狀態 然後第二段他比較像是 就是自己跟人別人建立關係 就是講愛嘛 然後第三段才是講到說 自己看說這個社會覺得很病態啊 或是什麼樣一些問題 但是大家沒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他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概念 然後是只是我藉由這個 The End of the Fucking World的影集 然後去帶出這些我自身看到的 對 那時候我在看影集的時候 就能從他們兩個就是算是 你看彼此算是殘破 殘破不堪然後接住彼此 接住彼此 第三首歌是影子 影子跟得過且過好像都是有找枝根 對對對 你也去看那個Credit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跟枝根原本就合作過 所以你也喜歡他的作品 很喜歡一直都很喜歡 當初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就是我跟我的製作人討論說 就是想要就是跟沒有合作過的音樂人 試試看有沒有辦法擦出什麼火花 然後我那時候就說 就是因為我就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要跟枝根合作 所以我就是算他的小粉絲 對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他的編曲就很有力道 然後我很喜歡他編的吉他 然後我說我就是想要找 就點吉他就是台灣搖滾 我就是會想到草東枝根嘛 對 然後我就說那 那就找枝根這樣 然後後來我製作人就說好 他去聞聞看 就沒想到就是 枝根也很 很nice 就幫我們編兩首這樣 然後我就 那時候編曲 一個新改版過來 我就有種覺得 哇 就是我音樂升級了的感覺 就直接打中你 就直接 果然沒找錯這樣 影子他狀態 其實他是在形容一個 你在成長的過程 總是會經歷到那個很孤單的時期 那不管是可能 就是 你意識到說你自己 可能是因為你做了什麼選擇而感到後悔 但是你只能自己承擔的那種孤獨感 對 影子是在講這樣的故事 然後 得過且過其實就是 就是我 在 這一段路上 走過來 然後我覺得其實 好像你有時候就是你 一直很常很負面 那其實對你的人生也不會有什麼幫助 但 當然不是鼓勵大家要得過且過 就是有點像 你有時候 生命 你不得不得過且過 才能讓你繼續過生活 你懂嗎 就是你還是很糾結的話 其實 你就一直跨不過去 你就還是會在裡面一直撞牆 對 那不是有一句歌詞這樣說嗎 得過且過才好過 就是你要讓自己 適時的得過且過 才是你可以這樣放過自己的一種方法 我可以特別問一下嗎 因為 因為你其實有講到就是孤單 然後 對 我記得是網嗎 對 那一首歌也有講到 就是孤單的 可是我覺得是完全 就是 網是講說嚮往孤單的自由 對 但是這一個好像有點像是反過來 不同的階段寫出來的歌吧 可能那個時候 網是我在學生時期寫的歌 然後那時候可能就是會有那種 所謂同才 大家會有那種小圈圈那種 但是我從以前就很不喜歡這種 就是我會覺得 我寧願我自己一個人 我也不想要就是 為了要 好像我是融入群體 然後要刻意的 跟你們要去有什麼話題或是什麼 所以我那時候寫下這首歌 那我覺得 影子比較像是 出社會之後的一個心境轉化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 你在要自己跨過坎的那個過程 其實都是很孤單的 就是 你真的遇到一些很爛很糟糕的事情 你終究還是要自己去面對 我覺得 這是我個人看法 就是 兩個人在一起是 我覺得都是獨立的個體 但是在一起能夠更好 我是獨立的我 你也是獨立的我 對 如果我們兩個在一起的話 有一加一大魚二 那當然好 但如果沒有找到那個大魚二 那當然就是自己就好 我自己是這樣 這樣的想法 對 接下來第六首是 我最討厭你 其實該也有講到 自我厭惡 你之前的狀態 我覺得大家 可能不是那麼有自信的人 可能在某些時刻 可能是聽到一些外界的聲音 或是可能一些身邊親近的人跟你說 你不要 你就 你自己知道自己幾兩種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有那個懷疑的聲音會跑出來 但我覺得大家可能 其實自己在那個狀態的時候 其實也會很想脫離 所以它是一個很 自己在跟自己對話跟掙扎的過程 這個是這樣 可是我想問一個 因為其實音樂人其實 應該說這個娛樂產業 其實每天幾乎都在 就是會有很多人去 就是不管留言也好 就是可能私訊也好 就會有這樣的留言或思緒 那你是怎麼樣面對這些 你是會很在意嗎 那因為你之前其實 也說有比較自我懷疑或自我厭惡的時期 那這樣的話 你後來是怎麼就是度過 其實我覺得別人聲音倒是其次耶 我覺得應該是 我自己有沒有夠認同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比較會影響我的聲音 可能不是那種就是 可能有那種路人啊 可能來算一兩句 那我還好啦 我自己比較在意的可能是 對就是我在意的聲音 可能是不管是我的家人啊 還是我的朋友 或者是可能團隊 這些人是我很在意的人 所以他們講的東西 我可能就會比較走心 當有這些聲音的時候 你是怎麼要面對的 就是我會想辦法 就是讓自己更好 然後去證明讓他們看到 我就會自己關起門來 然後開始突發煉鋼這樣 我可能就是這種個性 成為更好的自己之後 然後再告訴我 你看我做到了吧 就是可能在他面前晃一晃就這樣 不錯吧 這樣 就其實我也不錯 然後接下來是 也不是第一次死了嗎 對就是其實我覺得 人生中你可能遇到的挫折 有時候讓你真的覺得喘不過氣 很像天啊好像快要死掉的那種感覺 然後其實 就是你可以把人生想成是 很像是在打遊戲 就是你遊戲你在遊戲中 你就是死掉 你還是會復活 對那我只是把他用誇試的方式講 那你看也不是第一次死的 那你一次摔倒 第二次摔倒 第二次摔倒 那其實你在那個過程中 你總會找到方法嗎 不然你就會真的死了嗎 對吧 但是他那個死其實只是在 一種異象 然後跟他一開始是很絕望是黑暗的 然後到Ending他的最後是我的背影 然後他是面相光 其實就是你死了這麼多次 其實就有點像是你一次的結束 其實他也是重生的開始 然後也是我覺得也是 到後面也是給觀眾力量的感覺 對 是啦 就是一定有黑暗才會有光亮 然後接下來是為什麼要勇敢 對 然後他其實就是在講擁抱脆弱 對就是你這一連串這麼爆炸性 跟很自我懷疑的過程 到其實你不需要強迫自己去 就是可能在你很不好的時候 你不需要強迫自己在第一時間 就去面對他 其實這首歌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我是在夢中 做夢完寫出來的一首歌 然後這首歌其實是很有故事性的 我那一次的夢裡 我夢到小時候的自己 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像是 我小時候自己可能遇到什麼挫折 然後就是我在我的房間裡面 我自己在大哭 小時候的自己在哭 然後 我就走過去跟小時候自己對話 然後我就跟 我就看了他 反正就是好像我就是跟他 鬚寒溫暖一下這樣子 然後 他之後就是 問我說 長大後還是會這麼痛苦嗎 他這樣問我 我就跟小時候自己想 我想說反正我現在就是 也這麼厭世 我就跟他說 長大後只會更難 我說 所以你要勇敢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跟小時候的自己講 結果 我小時候的自己就直接 就是大哭 然後他就抱著我說 我為什麼要勇敢 然後我就醒來了 對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這句話 就有一種戳到我的感覺 就是好像是 確實好像我們小時候 很常遇到很自己 可能覺得很大的事情 但是對大人來講 根本就不算什麼 就是你可能哭 他就說不要哭你要勇敢 就是很常會這樣講 所以 可能小時候的我的潛意識 就會告訴我說 就會問我說 我為什麼要勇敢 但是你長大之後 你知道你自己 為什麼要勇敢 但是你不想勇敢 你小時候的時候 會 希望趕快變成 欸會欸會欸 我會 我會想要自己趕快長大 就是會 可以不用 就是被媽媽 控制說要學什麼 才藝要彈鋼琴這樣 就很不喜歡 就會覺得 感覺長大就會比較自由 那真正長大之後 你會想要回到小時候 也不會欸 小時候也沒有比較開心 至少自己現在是可以 有選擇權的嘛 就是相較於小時候 所以其實 各有各的好啦 小時候不會有經濟的煩惱 不會有那種什麼 喔要繳房租了什麼 那種感覺 對但長大就是你可以自己選你要 但你也要為自己負責 對就是這樣 而且現在就是 我不知道理念是自己租 對 或是在工作上可能要面對生活 就是自己要生活啊什麼等等 嗯 就會覺得 人生 就是很難啦 出社會之後 其實沒有比較容易 就是 嗯 不要做音樂了這樣 沒有啦就是有時候會覺得就是 很辛苦啦 就是會覺得就是不穩定嘛 對 你到現在還是會有就是 會啊 就是很迷惘啦 但不會 當然現在也不能放棄 畢竟才剛發片 我希望我的音樂可以 被需要他的人聽見 希望我的音樂可以讓有需要的人聽到之後 會覺得有一種 嗯至少我可以用音樂這個媒介 是告訴他說你不孤單 對 我覺得能夠讓更多人接受到這個禮物 我覺得就是 對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那因為前幾天剛好李妍 所以你有在那個Instagram 然後發現實動態 然後問大家 跟妳有什麼問題這樣 那剛好從中有挑了一些問題 OK 來問一下李妍 好 第一題 請問會有實體專輯嗎 欸實體專輯目前是沒有 因為我們是獨立發行嘛 就是 預算有限 那當然就是要看後續 如果比較有稍微有一點賺錢 才有機會看有沒有辦法 就是去做這個實體 去給大家做收藏 偶像是誰 創作靈感或其他興趣 草東沒有派對 喔 對 有感受得到嗎 很喜歡 對草東算是我 雖然是我 影響我音樂上創作很深的 這個契機嗎 對就是 因為我自己創作很在意歌詞 然後我覺得草東的歌詞就是一針見鞋 然後會讓我覺得天啊我被他讀懂 對 所以我的偶像是草東 創作靈感就是 來自於我本身的感受 或者是身邊朋友可能會 跟我說故事 可能我覺得天啊我也好有感喔 我就會說那我把它寫成歌 就像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吧 這張專輯應該有 對啊這樣就是蠻多是自己跟 身邊朋友 然後跟 或者是看劇啦 就是 也會看或是看書 對對對這也是靈感 然後興趣的話 我覺得除了做音樂以外 就是我有時候發信 紓壓的方式我也會打手遊 有時間我就會想辦法玩 然後我都會想要玩 我就要玩到那個最高等這樣 這是我會花的時間在上面 但我是玩那個 跑跑卡丁車 我之前要玩 你在玩 你看起來就是很會玩精神 他有道具啊道具也不錯 我超會玩道具賽 我超玩但是我競速超爛 所以我可能 你可能已經到場 我還有一圈沒跑這樣 就是道具就是看反應快 對不對 就是 就是陷害別人 就是我很喜歡就是玩道具 惡魔的存在 對然後不然就是玩槍戰 這一張專輯中 寫最久的是哪一首歌 好像 啊 我只要你 欸 這首歌寫超 為什麼 因為 就是你看我十首裡面 大部分都是這種 就他其實是比較跳出來的一首歌 然後當初其實 我跟我製作人在討論的時候 就說這首歌想要寫 一個被接住的狀態 然後我們那時候歌詞 光歌詞吧 我就改了至少十版 欸好多啊 很多 因為我就一直就是不夠好 然後他們又覺得說 不夠 不夠到我們想像的那個樣子 然後就是各種考量 然後是各種一直改 一直改就是這一首 我記得 我大概改了三個多月吧 這首是最久的一首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李彥 然後我們聊了 我們聊了多久 時間差不多 快靜靜 兩個小時了嗎 差不多了 OK 好 然後如果喜歡李彥的話 可以到他的社群去關注他 然後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那這一集呢 我們也會抽出一個 李彥的親筆簽名版 會抽給歌迷們 那詳細資訊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最後就謝謝李彥 然後我們下期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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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 . 海邊